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鍾梅墨 乃姬哥哥 我是機關槍哥哥 哼 開場啊 歡迎收看止風車會本故事劇場 乃姬哥哥啊 你怎麼啦 哼 你這樣心情不好耶 沒有啦 明明就有 說說嘛 沒有啦 你說出來我們一起想辦法嘛 沒有啦 喔呦 我們是一個team耶 你不要這樣 我們是一個團隊啊 喔 什麼喔 我們是一個團隊 所以你如果把問題說出來的話 我可以分享你的心情 也可以幫你解決啊 我... 沒有啦 不懂啊 不懂啊 不是我們也要說故事嘛 對不對 啊 我知道了 不然這樣好 我們來講一個有關團結的故事 半邊鬍子 從前從前 有一個漁翁 他在梨江岸上打著魚 有一天 忽然啊 有一個長著半邊鬍子 可是 衣服都破破爛爛 口袋還破一個洞的人 來到灘邊 跟這個漁翁買魚 欸 漁翁漁 我可以給你買一條魚嗎 要魚喔 對 那這條怎麼樣 可以喔 30文錢 30文錢喔 對... 來...我找一下喔 魚 30 唉唷 奇怪 我錢不見了 唉唷 對不起... 我沒有錢 我不能跟你買啦 對不起... 我回去找一下錢在哪裡 沒關係... 等一下... 唉唷 我一看你啊 就知道我們都是窮苦人家 來...魚 你就先拿回去吧 不行啦 等到有了再給我 沒事...回去回去 我去找錢啦 再見...再見 魚翁賣完了魚 接著啊 就上岸去買米 一面就看到了一個 留了半邊鬍子的人 魚翁想要跟他打招呼的時候 誰知道這個半邊鬍子的人 看了魚翁一眼 理也不理的就走了耶 唉唷 這個人啊 還真奇怪 剛剛才送他魚 現在怎麼就翻臉不認人啊 魚翁向前人走了沒幾步 卻看見那個 留了半邊鬍子的人 又朝他走了過來 魚翁停下腳步之後呢 準備和他打招呼 沒想到這頭一抬 他看到另外一個人 也是留著半邊鬍子 魚翁這時候才發現 唉唷 他剛剛認錯人了 這時候 攤邊又跑來一個 留著半邊鬍子的人耶 魚翁哥哥 剛剛跟你買魚沒有給你錢 我在路上找到我的錢了 來 煩你 謝謝 你 是剛剛來跟我買魚的那一個喔 對啊 買了一條大的鯰 有 對了 對了 你幹嘛這麼特地跑來這樣子 拿一趟就錢給我啊 當然要還給你啊 不用啦 我們都是窮苦人家 不然這樣 你都特地跑這一趟了 我們就留下來吃一餐 好不好 不行啊 這樣怎麼好意思 好啦好啦 不好啦 好啦 不好啦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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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好啦 那我們就留下來了 被你騙了啦 不要這樣子 留下來吃個東西 我們這裡只有白飯跟魚 沒有什麼大餐啊 不過 有我們兩個熱絡的聊天 為什麼你們這村子裡面的人 都留半邊鬍子 而且都很窮的樣子啊 唉唷 我們的村子裡面啊 以前是很有錢的 十七富人家喔 每個人都種錢種地 早出晚歸 日子過得很舒服 過得很好啊 對 但是 村子裡面啊 突然來了一個會吃人的魔怪 大魔怪 對啊 這魔怪啊 見到小孩子就抓起來吃啊 前村的人啊 都苦苦哀求那個魔怪 那魔怪就說 不吃小孩也食 那每天都要給我 大魚大肉 雞鴨魚肉牛羊豬雞 什麼都要吃 唉唷 你看這大魔怪很恐怖喔 我們大佛啊 沒辦法就只好答應他啦 那個大魔怪啊 怕我們的村民啊 全部都逃走 就叫我們的斧子 染成紫色的 又把我們的半邊斧子啊 就割掉了 於是啊 村裡面的十七個男人啊 都變成半邊斧子 我們村民 每個人都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收穫 都被那個大魔怪拿走了耶 漸漸啊 我們村子裡面 沒有多餘的東西可以吃 老人喔 跟小朋友喔 他們就一個一個死跳跳了喔 唉唷 唉唷 這大魔怪啊 真是太可惡啦 對啊 日子很難過 我們村民都已經受不了了 老公老公啊 老哥老哥 老哥老哥啊 你可以幫我們想想辦法嗎 唉唷 這魚翁啊 自從跟那個 買魚的半邊鬍子 聊完天以後 他每天啊 在這個河上打魚啊 總是想著 要怎麼才能幫助那些村人 這天幽龍滿面 就在這個時候 突然 遊來了一對鴛鴦 乖乖乖乖 我們知道一個除掉魔怪的方法 真的嗎 太好了 那趕快告訴我 我好想要幫幫我的朋友喔 乖乖乖乖 我跟你說 離這裡不遠有一個葬灘 只要喝上十口葬灘中央的浪頭水 力氣啊就會變得和魔怪一樣大喔 可是這力氣就算跟魔怪一樣大 但也不一定能夠打敗這個大魔怪啊 乖乖乖乖乖 那裡啊還有一個地方叫做螺谷灘的地方 灘上啊有一個大石螺和一張大石骨 大魔怪啊最怕他們的聲響 乖乖乖乖 不過啊平常的竹棍啊竹棒啊敲響不了 欸要用這個螺谷灘岸上那兩座小山去敲打乖乖 喔 但如果有這個聲音讓大魔怪懼怕 那就更有希望可以打敗他啦 乖乖乖乖 等我一下我手痠了 好 OK 可以 乖乖乖乖 等一杯一切都準備好 我們兩隻鴛鴦啊就飛到山上大叫作為訊號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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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浪投水 就在這個晚上 雨翁載著17個半邊虎子到帳灘去 帳灘的流水奔騰一瀉千里 這個浪投車起比落 一浪打得比一浪還要高 這浪中央的那個大浪投 就像是一顆頂天立地的柱子 你好高啊 大家為了除掉大魔怪 一點都不害怕 連漁翁一共18個人一起跳下水 像大浪投遊去 終於18個人都喝夠了10口水 就在這個時候 原本瘦弱的18個人 一個一個變得年輕力壯 這半邊虎子也都掉了耶 18個人離開了帳灘 前往羅古灘 去把那兩座敲打石羅石谷用的小山 儘管那是一座小山 但是這18個漢子 都是喝過帳灘的浪投水的人 個個一個比一個還要強壯 這一拔就拔起來了耶 接著呢他們18個人 繽紛三路 六個人在羅古灘 雷鼓敲羅 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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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六個人去村中埋伏撕殺 撕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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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人在旁邊 吶喊助陣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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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齊心合力不分你我 這個鴛鴦啊看到大家都準備好了 就雙雙飛高高飛上了高山 在天空大叫 乖乖乖乖乖乖 羅古灘的六個漢子一聽到鴛鴦的高叫 乖乖乖乖乖乖 三個人雷石鼓 咚咚咚咚咚咚 三個人敲石螺 咚咚咚咚咚咚咚 頓時地動天搖 咬咬咬咬咬咬咬 把在那個村子裡面睡覺的大魔怪給驚醒了 這羅古灘對面的六個漢子一聽到鴛鴦叫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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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立刻高聲呐喊 喊得流水熱鬧翻騰 卷起靠天去了 拍打著岩石 從此以後 這個地方就叫做鬧灘 魔怪被震天的吶喊聲給驚嚇了 慌忙的就爬了起來 想看一下這村子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正當魔怪走出門 埋伏在門口的三個漢子 就砰了過來抱住了他 魔怪腰用力一扭 啊 終於掙脫了身 往後門就跑過去了啊 就在這個時候 魔怪馬上又被埋伏在後門的三個漢子纏住了 而剛剛被甩開的三個人又衝了過來 還有個人前突後擊奮不顧身地打了起來 另外一面 鴛鴦叫得更激昂了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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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位是敲鑼打鼓 慶祝生命 這鬧攤也發出熱烈的歡呼聲 消滅了魔怪 春子恢復了平靜 大家又可以回到快快樂樂的生活 這就是半邊鬍子的故事 故事聽完啦 乃姬哥哥 這樣你應該懂 什麼叫做團隊合作了吧 三個臭皮醬可以勝過一個諸葛亮喔 其實我剛剛的生氣氣是因為 對啊 我們昨天打籃球嘛 你打贏我 我就生氣啊 所以你不是 你是因為打籃球輸了 所以才心情不好喔 好啦好啦 不是啊 其實啊 因為你在乎嘛 所以呢 這樣子 你在乎你以後再多加練習啊 多加練習以後你就會變強 變強你就有機會贏啊 練習變強 對… 會贏 對 那我有問題 請說 我不是要問的 我是要問螢幕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團隊合作的經驗 或是大家一起來做一件事情的經驗呢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與我們分享喔 等一下 機關槍哥哥 我其實不是因為真的訴求就生氣耶 你剛剛才說完 是因為你贏了 你就可以得到飲料 我沒有飲料 我生氣氣 不是 我剛才解釋一大圈安慰你 這樣子說你贏了最努力的 我想要飲料 你只是為了飲料 嗯 弄了那麼久 你只是為了飲料 生氣 喔 真的是被你打敗了 欸 打敗了 那就代表我贏了 嘿 我的飲料 我的飲料 不是 你 啊 算了 算了 我輸了 這怎麼沒有飲料啦 你這種打贏的朋友沒有夠贏 我要贏了 你輸了 我要飲料 我要飲料 讚 我以為你做出的事 因為最終的就是 要睡在這個表格 誰會贏了 喔 還要睡在這裏 我就是要睡在那的 我可以睡在那裡 都會睡在那裡 你可以睡在那裡 好 注意 他就是 我的偶然 在這裏 棚裡 我可以睡在那裡 我可以睡在那裡 老老漢 我不會睡在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